惠敏 可能你对待工作的态度 现在如果说一个 你要投入到一个行业当中 特别是你要学习一个 比如说学这个新媒体运营 你看你写 工作时间必要自由 做着自己爱做的事 然后你刚才也讲到了 你一边做着模特 然后也做着远远 一边去一家公司上班 可能一开始 你如果抱着这种想法的话 其实还挺难做好的 对 而且你是华晨宇的粉丝 你应该非常了解 他是一个又有才华 然后又努力 然后他又有作品 然后他的这个表演 是非常专业的 他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给你影响 那比如说 刚才头老师问你台词 你哪怕说 你说不出我自己 说过台词 有一段你非常热爱的 一个片段表演 然后你把它表演出来 带着你的兴趣 这是热爱 华晨宇那么专业 你作为他的粉丝 你不应该也努努力吗 是 是 是 那你说现在这个形势 怎么走下去呢 咱怎么面试呢 就是我是想 就是 想让 想做这个新媒体的行业 然后去 就是从零开始学习 稍等 稍等 这次打住 从零开始学习 你得交学费 不是别人给钱给你 这条路咱们行不通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只有一条选择 主播你考虑吗 可以考虑的 就是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主播 是带货主播 还是娱乐主播 还是说讲述者 你到底自己擅长做什么主播 我做娱乐主播吧 你来一段 他不做带货主播 他说他要做娱乐主播 你来一段 我给我们看看 那我就轻唱一段吧 别对着怀念 让过去变得勾结 深爱了多年 又何必回了今天 都已成年 不错不前 浪费时间 是我情愿 像羡慕的演员 眼看着灯光熄灭 这唱的还是可以的 那个 声音也是调 你有没有把冯蒂默 当过你的发展目标 这种方向 我就是说你一时帮我成不了他 但是他至少还是 很接地气的一步步往前走的 对是 你可以随时开始做起来的 你为什么没有 一个号都不做 是因为看不上他们吗 不是因为看不上 因为 就是做这个号 其实都是得有 就是 团队 对团队公司去 那其实 不是这样 所有前期都是靠自己 后来才加入机构的 是的 李子柒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浪卫先也是这样 前期都是要自己做出 但是很苦很难 搜长瓜肚 从早上到黑夜都在想作品 这一点你能做到吗 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 会 会面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娱乐主播 是做什么 就是你刚才唱那段歌 大家都会觉得 还不错 姑娘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做个娱乐主播 但是比你更专业的 唱的比你更好的 在这个主播的行业当中 一抓都不是一大把的问题 所以娱乐主播当中 有搞笑的 你看你首先不具备这个基因 然后有秀场主播 你也不具备 那你是靠你的唱歌娱乐吗 那我告诉你 你的变现方式很简单 就是靠大哥 榜一榜二榜三豪横 给你打赏 但这是极其不稳定的 所以 我觉得可能 你要面对现实 如果你现在家庭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我相反不太建议你 去做这件事情 好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在第一环节选择之前 刚才我们对这个姑娘 到目前的表现 都颇有微词 那这个姑娘身上 有什么优点吗 美呀 她不是一般的漂亮 她是特别漂亮啊 因为 对 她下台主下来的时候 我们俩同时都说 这姑娘跟刚才 同样是模特 这姑娘的气场 就比刚才那女孩 要强很多 这个事得问丽浩阳 丽浩阳觉得怎么样 我就想说呢 你们两个都什么眼光呀 我觉得 这女孩真的是 就只能说是中善吧 我觉得 比起花姐和小姨 你们俩的水平 至少差二十分的 我没有办法反驳 这个话 我们就觉得 不是 就说她说得很对就对了 我们的仨个虚伪的人 所以在场的有张芒 有赵小燕 有陈薇 有这个曾花 四位女性 你们觉得 当一个女孩子 到这个现场来了之后 我们发现 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是美 其他的没有了 你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的幸福 还是悲哀呢 反正我觉得美总比不美强 刚才那个小燕 我们小燕还跟我讲说 是不是她能做那个时尚公司的前台 我说 对 我也想说这个 也许做到那儿 的确是比大多数的前台 都长得好看 但是呢 好的前台一定不是你 好的前台是在处理各种 复杂的人际关系 比如有的人来找你处理纠纷的 有的人找你来要拜访老总的 有的人要处理办理工物的 需要调理就很强 很麻烈的一种人 而不是说你整体表现 给人感觉很懒散 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很专注 我吃虎不行也得行 这种努力的程度 只是说我不得不 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感觉非常的被动 我觉得美是生产力 但是你还缺乏硬核的东西 就是你真正硬的 那个内在是什么 你比如说会计港 其实不代表说美 就不能做会计 而会计当中漂亮的也有很多 关键是你是不是能把 那个硬核能修炼好 其实挺关键的 我倒是建议 你踏踏实实可以找一个 这个岗位 然后把自己的本专业 培养起来 你至少有一个突破点 然后业余再把 那个新媒体再做好 大概是这个思路 你可以考虑一下 来 第一轮选子取核类 姑娘 如果你要真的想做新媒体的话 你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 去上个短期的培训班 去多看一些书籍 或者拜师 你准备好了 再来我们还欢迎你 但是做新媒体就要做好准备 可能比做演员还要苦 你看多少人四五点钟都在加班 脑袋里面想好一个点子 马上从床上爬起来 把它记录下来 明天把它拍掉 这都很艰难 好吗 好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